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最近台版不是有款 原本主打美少女机甲夹射击 后来焦点开始变成很大很nicky的 伊诺贝塔在疯狂打广告吗 然后前天某游的日服也开测了 谁能笑的走到最后 艾塔纪元 你说火区的部分 这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开发商为中国二次元职业杀手 Bilibili 台湾代理当然是交给旗下的小萌 虽然说B站是二次元浓度挺高的讨论区 但这之方对二次元的理解 也异常超前 直接来看游戏吧 开头的PP画面做的还不错 挺有磅礴的大片气势 然后开始一段热血的故事 但因为只有在主要动画才会有原因 所以没办法推敲完整的剧情 但大体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指挥官奋战 毕竟身为美少女 拯救世界是无庸置疑的铁则 他们守护世界 我们守护他 非常的合理 然后经过简单教学后 会切换到另一种弹幕射击玩法 不过这个并不重要 因为有段时间你都不会看到他了 那美术方面 先说角色好了 精致度上并不算特别高 眼神方面显得一些呆滞 且渲染风格 偏有点过于生硬的金属加塑料感 这部分我们可以拉近来细看 而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制控每个角色的移动 那继续说刚刚提到的金属塑料感 从角色布料上的反光可以看得出来 呈现的质感过于强硬不够柔和 不过在制控方面做的还不错 人物的移动停顿动作 虽然稍微有些呆板 但至少看上去还算自然 很多强调是动作游戏的人物移动 都是直接顺停不带一点晃动的 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移动 来到停机屏 并且乘坐机甲上去 补充一下 其实画面的人物 也能在甲板上跑动 虽然意义不大 但倒是挺新奇的 那我们来讲讲机甲 设计方面跟伊诺贝塔的注重点不太一样 整体的风格偏向IS这部作品 不是那位很会画身体曲线 贵振和老师那部的IS 是动画不限施特拉托斯 至于贵振和老师的话 你可以在意见锁链看到他设计的人物 但级别方面有点太强 根本是降为打击了 那回到机甲这边 我们可以透过摄影的方式 非常近距离的360度环绕检视 这代表厂商对他们的美术建模 非常有信心 设计的细节方面 跟伊诺贝塔算是互有胜负 而且可以看到这边缘 略带磨损仿造金属的质感 这3G建模以手机作品来说 算是非常用心了 对比之前日本那款 顶着鲁鲁修IP的机甲设计 真的要不是靠IP跟发行商的双重加持 提早阵亡也是不意外 就看到说会不会跟中国这两款机甲游戏 进行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到这边我在想 有可能厂商是为了强调机体的金属感 也为了降低手机的负担 所以在光源渲染方面做了妥协 导致人物在光泽上的不自然 每个角色最多会有3种不同类型的机体 而分别对应的是 入海空三种不同场景 只是当我看到这个驾驶机体的美少女 根本就是个超能力者 那对应的3种机体 分别也能解锁入海空战斗的能力 像喜欢特定机体 但又不想被局限在同一种玩法的玩家 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而且也确实会配合解锁部件 进一步调整机体上的呈现 并不是单纯文字上的解锁 这边美术建模再次得分 其他养成方面就是 机体的等级装备突破跟强化 跟人物本身的好感养成 以及相关故事线的玩法 另外还有个联系能带队友强化的功能 整体看上去中规中矩 那能讲的优点也差不多讲完了 可以开始进入玩法的介绍 首先刚刚提到可以针对入海空 有不同场景的安排 队友大致也是以坦、输出、支援为区分 有结合类似RPG的探索玩法 来触发战斗环节 到这边都还算能接受 但进入战斗后我就破防了 作为射击游戏 但他却跟你想象中的射击玩法没办法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鬼 我真的是搞不懂B站你想做什么 画面我们就不提了 毕竟太过前卫 采用类似第三人称的视角 虽然上场四位角色 但没有一位是可以单独控制的 你只要移动一位 其他就跟连体一样跟着跑 而这设计功能我一开始没有完明白 想说有四个角色为何只有三个输出键 后来发现要看角色身上的三角、菱形、圆形来对应 但我其实看不出其中的差异 都是随便点然后满能量就放大招 彼此间也没什么关系 除了combo以外无法触发协同攻击等玩法 而闪躲方面则是完全不用想 但你发现对方攻击 想闪过的几率 微乎其微 不如干脆直接硬吃就好 你如果教个AI 他也是这样教你玩 全程都是一顿输出乱打 对没错 这款也是能挂机的 回合制游戏就算了 射击游戏这种重视操作体验的游戏 挂机到底是要玩什么毛 有聪明的观众就会说啦 那你可以不要用啊 对 但你会发现 就算不用 有完全没有操作感 一来是闪躲没作用 二来是移动根本不灵活 变成你会自动放弃 手动开启自动 最后课经典的话 常规90保底人物跟50保底专物 10抽650元左右 抽两次你就能去隔壁游戏买两个仓库还有剩了 总体上他可能是想借鉴 机甲战魔 之类的游戏玩法 虽然主机跟手机的性能不同 画面层性上有落差我能理解 但玩法上 不能说超越吧 但好歹也不要显得这么前卫啊 结论 手游美女千千万 这款不行 接着换 说实在 每次看到这种机甲对战玩法 都一定要脱离现实来思考 不然双方飞弹修来修去 没开二次元护盾 早就跟486一样 异世界重生恩百回了 如果你是真的对机甲加美少女有偏爱的话 老实说这款跟伊诺贝塔 真的也是半斤八两 你任选一款即可 或者也可以继续等下一款 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